自然法则是上帝数学思想的体现 这是亚历山大成欧基里德的一句名言 欧基里德是一位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 生活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 我之所以引用这句话是因为 欧基里德被称作几何学之父 而这是他的一句很经典的名言 无论你怎么看待上帝 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 如何理解上帝的本性 这句名言都能让你领悟到一些自然的本质 自然法则是上帝数学思想的体现 数学是一切自然法则的基础 几何学 只有密锤这个单词来自希腊语 只有在希腊语中代表地球 密锤来自希腊语中的测量 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与此相关的公制 欧基里德被称作几何学之父 并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研究几何学的人 你可以想象一下最初研究几何学的人会做些什么 他们可能会注意到地上的两根树枝 两根像这样的树枝 他们可能又注意到这样两个树枝 他们会说这里开口大些意味着什么呢 他们可能看到了一棵树 一棵像这样的树 它伸出了一只这样的树枝 就像这样 这个开口和这个开口有一些相似之处 或者他们可能会问自己 绕圆一周的距离和横跨圆的距离比例是多少 二者有什么关系 所有的圆都有这种关系吗 能不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关系来概括它呢 当你将目光投向早期的希腊 你会发现他们进行了更多关于几何的陈思 这从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加斯身上就能看出 但是既然有这么多先于欧基里德研究几何的人 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欧基里德是几何学之父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探讨公元前三百年的欧式几何 这是出自拉斐尔之手的欧基里德的一幅图画 没有人知道欧基里德长什么样 从他出生到死去 拉斐尔根据自己对欧基里德的想象 画出了他在亚历山大城教书的样子 真正让欧基里德成为几何学之父的 是他所写的几何原理 这十三卷几何原理意义重大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看作最著名的教科书 在这十三卷书中 他在几何学、数论和立体几何之间建立了一种 严谨、缜、缜密、合理的联系 也就是涉及三个维度的几何学 这是第一本 英译版 几何原理的封面 出版于1570年 但很明显原著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在中世纪知识领域太多 被阿拉伯人占据 因此几何原理被译为阿拉伯语 最后在中世纪后期再次翻译 以为拉丁语 最终以为英语 我为什么说欧基里德建立了严谨的联系呢 他并不只是说 哦,我认为直角三角形 一条直角边的平方 加另一条直角边的平方 等于斜边的平方 所有其他直角三角形也都是这样 我们会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本质 他说 我并不只满足于那可能是正确的 我想要证明那确实是正确的 因此在几何原理中 尤其是六卷 关于纯几何的书中 欧基里德从几何学的角度 做出了基本的假设 从基本假设开始他的研究 这些基本假设在几何学中 被叫做公理或者公社 从这些假设出发 他证明和演绎出了其他的陈述 命题或者定理 如果他和他都是正确的 那么这一定是正确的 他也可以证明其他一些命题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证明这些命题不可能正确 他并不只是说 哦,所有的原都具有这个性质 因为我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其他命题 我们可以利用原始的公理来得到这些 这之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 是因为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 严格地进行证明 囊括了整个知识领域 并不只是个别的证明 而是对于整个我们所研究的几何领域 是整个学科的严谨关联 因而他才能建立起 这一系列的公理、公社、定理和命题 定理和命题本质上是相同的 在欧基里德后的2000年里 对于教科书 这么长的试用期简直难以置信 如果你没有读过 并且理解欧基里德的几何原理 人们就不承认你受过教育 而这本书本身在西方世界 拥有排名第二的印刷量 仅次于圣经 这是一本印刷量 仅次于圣经的数学书 当文本印刷刚出现时 人们说 好吧 我们先来印刷圣经 接着印什么呢 欧基里德的几何原理吧 为了表明这是相关的 在近代 虽然可能有人会质疑 150到160年前算不算近代 这句话出自亚伯拉罕·林肯 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 我喜欢林肯的这张照片 事实上这是林肯三十多岁时的照片 他是欧基里德几何原理的狂热粉丝 他用它来调整他的思维 起码是他会读几何原理 在白宫他也会读几何原理 这是引用他的一句话 在法律阅读中 我经常遇到论证这个词 最初我以为我明白他的意思 但很快发现 我并不真正了解 这让我满意 我问自己 当我论证 而不是推断和证明时 我都做些什么 论证和其他证明有什么不同 林肯提到了论证这个词 他意味着 准确无疑的证明一些东西 比单纯的推断更加严谨 我查阅了伟试词典 因而伟试词典 在林肯的时代就已经有了 词典上说 是一种准确无疑的证明 但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证明 我认为很多东西的严谨证明 都没有经过 像我理解的论证那样 异乎寻常的推理过程 我查阅了所有 我能找到的词典和有关书籍 但是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 这个过程如同像 盲人定义蓝色那样困难 最后我对自己说 林肯 他对自己说 最后我对自己说 林肯 如果你不理解论证的含义 你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律师 然后我离开了 斯普林菲尔德 回到了父亲的家 一直待到我可以给出 欧基里德的六卷书中任何命题的证明 也就是这六卷涉及纯几何的书 然后我明白了论证的含义 才回去继续学习法律 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 认为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律师 必须能够理解和证明所有六卷 几何原理中出现的命题 并且在他进入白宫之后 他继续以此来调整他的思维 以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 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几何学中将要做的 我们将要研究将要思考 怎样才能严密严谨的证明一些东西 我们将以略微现代的方式 来研究欧基里德2300年前研究的问题 使我们对不同命题的推理更加严密 确保在陈述一些事情时 可以证明我们的陈述 这确实是你将要进行的 一些基础的数学工作 算术其实只是计算 现在在几何学中 我们将研究欧式几何 这才是真正的数学 做出一些假设 然后由这些假设 推导出其他结论 或者说是几何学的一些术语